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第四集出的这么费劲 工作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网上的翻译真的不靠谱 我几乎是逐字逐句重新找的解释和翻译 比方说起九遍与九哥西这句话 网上的翻译我怎么看怎么别扭 所以查了很多的资料 不能说我给出的翻译就一定是对的 只能说给大家一个比较靠谱的参考 闲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看离骚 依前圣以节中习 溃平心而立姿 我依前圣教会 克己奉公 可叹我壮志难愁 愤懑至今 节中就是折中取证 在这里指将前人的教会 用作判断事物的准则 溃是叹气的样子 平心就是愤懑之情 积遇在心里头 立姿就是直到现在 既圆香以南征兮 旧崇华而陈词 渡过圆水和香水 我向南走去 我要对于顺把话说清楚 旧是靠近 圆香是圆水和香水的并称 崇华在这里是于顺的美称 这句话好多地儿的翻译都不对 旧是指下旗 但是这里的下康不是指下旗的儿子 下旗有五个儿子 确实有一个叫下康 但是在这里是下康瑜以自纵 下 范指下出朝廷 康瑜是指寻欢作乐 启跟九辫九哥什么关系呢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 有人儿两青蛇 乘两龙 明曰下后开 开上三宾于天 得九辫与九哥以下 下后开就是下起 这就是说 下起的耳朵上挂着两条青蛇 乘着两条龙 上到九重天 得到了九辫和九哥 带到了凡间 那个辫我没读错 它是个通假字 这句话就是说 九辫与九哥是天月 下起得到了他们 整个下出朝廷 放纵自己寻欢作乐 不顾难以图后夕 无子用夫家乡 不顾及危难 不做长远规划 因此造成了下起五个儿子的内讧 跟这个内讧有关的典故 叫下起伐西河 这件事挺长的 简单来说吧 就是在下起晚年的时候 他的五个儿子都在争夺继承权 小儿子五官争得最凶 最终酿成了西河之乱 我就不再展开了 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搜索一下 亦银游以义填兮 又好涉夫风湖 后裔啊 沉迷于游猎 喜好涉杀大的野兽 这个义是指后裔 但不是后裔涉日的后裔 相传 这个后裔是夏朝 有穷士部落的首领 他趁着下起死 太康即位 下起的五个儿子内讧的时候 夺得了夏朝的实际政权 银游就是游乐无度 义是放纵 田是打猎 风湖是大湖 泛指大的野兽 故乱流其险忠习 卓又贪腐绝佳 本来一国之君放纵自己的行为 就很难得到善终 你看后裔 他不仅被韩卓杀了 连家事都被他霸占了 乱流就是邪乱 险就是少 这个卓是指韩卓 他是博明氏的后代 他在取得了后裔的信任之后 一度权倾朝野 他笼络后裔身边的人 同时怂恿后裔 沉迷于游猎 孤立了义 后来在义打猎归来的时候 杀死了他 夺去了政权 贪是指夺取 绝是齐 绝是齐 就是指后裔 家就是妻室 傲身披服强语兮 纵欲而不能忍 寒傲自是强壮有力 放纵情欲不节制自己 傲是寒卓之子 强语是强壮有力 日康语而自忘兮 绝手用服颠允 寒傲每天寻欢作乐 忘却了自身的安危 最终被邵康用美人计诱惑 人头落地 康语前面说了 寻欢作乐 绝守绝还是齐 指的就是寒傲的人头 用夫是因此 下节之常为兮 乃遂燕而逢殃 下节行事常常逆行道师 最终被商鞅诛灭 下节就是下朝的亡国之君 常为就是指行事常常 道行逆师 遂燕就是最终 后心之租海兮 殷宗用而不长 殷纣王把人做成肉酱 就是说这个人很残暴 殷朝因此不能长久 后心就是殷咒王 租海就是把人做成肉酱 这个词一出来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过神 用而就是殷而 汤于掩而知静兮 周论道而莫差 商汤下雨的态度严肃谨慎 周文王 周武王 议论道义 没有偏差 掩就是严肃 知静就是谨慎 莫差就是没有丝毫差错 举贤而受能习 寻神末而不泼 这几位明君啊 他们都能选拔 贤者能忍 遵循一定的准则 没有偏颇 皇天无私阿习 揽民得焉错辅 上天是公平的 没有 没有私情与偏爱 看到有德行的人 就会给予扶持 皇天就是上天 私阿就是偏 私阿就是偏爱 错通的是错失的错 意思是给予安置 夫为圣者以貌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 只有古代德行高尚的 哲人和圣人 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为通的是唯一的为 茂行指的是有圣德高行者 下土就是指天下 瞻前而故后悉 向官民之祭集 我观察古往今来的 盛衰成败 看到了做人的最终目标 瞻前而故后 就是观察古往今来的 盛衰成败 向官就是观察 积极就是谋略的最终目标 夫熟非翼而可用兮 熟非善而可服 哪有不义之人可以坐拥天下 哪有不善之人能令天下沉浮 殿于身而危死兮 懒于出其游未悔 我虽然面临死亡的危险 但仍秉持我最初的信念 绝不后悔 殿就是面临危险 不良凿而正瑞兮 故前修以租海 不良早眼就消正损头 指的就是那些人不审时夺事 那前代的闲人因此而被剁成了肉酱 我还是不知道能不能过神 前修就是前贤 曾虚兮于欲一兮 哀震时之不当 我止不住的哀叹哭泣 恨自己生不逢时 层通的是一层两层的层 指的是一载的 懒如慧一眼涕息 沾鱼金之浪浪 拿着柔软的慧草擦眼泪 热泪滚滚 沾湿我的衣裳 如就是柔软 浪浪就是泪流不止的样子 这一期先到这里 下一期就到 路漫满其修远西 无将上下而求索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长按点赞键五秒钟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吧 这集内容里 多少有点残暴的内容 我现在很忐忑 真的不知道会不会过神 热爱传统文化 我是年华白泽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